网易主任在会晤当中表明了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部门几乎每天都在遭受海量的网络攻击 其中大多数源头都来自美国 中方已经多次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不要给中国乱扣帽子